国立台北大学为了让校使馆典藏资料更为丰富 在图书馆的规划之下 启动了校使馆2.0计划 重新整修102年启用的校使馆 除了新增这10年重要的校使资料 同时也大量结合多媒体及互动装置 让到访的来宾校友能够透过有趣的互动 瘤软台北大学的发展历程 此一展示方式不仅跳脱传统校使馆的严谨 严肃的刻板印象 也提供观看者全新的导览体验 台北大学校长以成家表示 希望导入数位化的技术来取代部分实体展区 让校使呈现更周全 也可以有更多元的陈列风貌 后续更可透过数位校使馆网站的建制 让校友即使身属异地 也能够清楚掌握学校的成长轨迹 与校务推动发展的愿景 校使馆在102年的时候就开始建制了 可是经过10年来 因为学校的各项面的发展都非常非常的快速 特别是我们走向国际化 已经跟校友连结 所以我们在新的校使馆的内容部分就双椅化 另外一方面我们添加了校友总会 历任理事长的内容的介绍 无非是要让学校跟校友建立更紧密的连结 另外一个就是数位化 因为数位化可以收集 储存更大量的校使的资料 而且也并于将来更新 透过这个双椅化还有我们跟校友之间的连结 以及数位化 让我们台北大学的校使馆将来能够呈现更多元内容丰富的校使 这个部分 校友总会理事长林锡奇回忆起在校友点点滴滴 创校区的发展现况 遗憾他学生时期有非常大幅的改变 他认为此次校使馆重新规划 该能够完善呈现学校在各时期的历史样貌 对于校友来说更具意义 台北大学校使馆感到非常的激动 我是中兴法商时代毕业的 当时我们的校园非常的小 小到可以说是一个迷你形象幼稚园一般 结果今天看到我们国立台北大学 不只落脚在三峡是全国唯一以大学城造证形态 而且能够这么辉宏广阔的校园里面 看到美如美幻 历潮如荫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大环境 对于学校的发展我们感到余有荣誉 图书馆馆长朱炫连表示 自校使馆成立以来 台北大学已经从五个学院扩增为七个学院 校内也增建了许多建物 包括检疫场馆 体育馆 怀德居木翼教室 英律电机大楼 二旗宿舍 与新湖会馆等多洞建筑物 受限于校使馆实体展示空间已经无法扩充 近年的重要活动随着时代逝去 渐渐的在师生们的记忆中开始模糊 故而校使馆的改造已经可不容缓 所有专属于北大的历史与生活回忆 都该被周全的保存 于是便左手进行校使馆的改建工程 在102年的校使馆1.0启用之后 其实我们的内容就很少更新 我们校使一个很重要的珍贵的照片跟资料 因为我们的展示空间有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展示 也没有办法及时更新 所以在去年 在我们李校长的一个指示之下 我们进行校使馆的一个整修 那我们主要是以多媒体为主 实体为辅的一个方式 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校使的展示 能够更周全而且更及时 在馆方及各单位的合作之下 不论是大师纪 行政组织 历人校长 校园活动 校内出版品 杰出校友等 都以数位化的方式进行保存与编辑 以利后续更新 同时提供不同时期的卫星空照图对照 可以看见每个年份新增的建筑物 与北大特区的成长 希望借由每一个时期的内容呈现 让台北大学的每位校友 都能够在校使馆的角落中 找到属于自己年代的青春记忆 记者已根基新美采访报导